我們現在壓軸好氣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民進黨 副秘書長 林菲芳做給獎 各位洛杉磯的同鄉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田會長 林副會長 以及我們小英總統排外後援會的所有同仁 所有幹部 大家午安 大家辛苦了 今天其實在這邊講話 場合我覺得要比較正式一點 所以準備了一小段講稿 希望能夠比較正式的跟大家來說明 民進黨怎麼樣看待這場大選 民進黨在每一次面對挫折的時候 台灣人民和我們海外的鄉親總是會拉我們一把 告訴我們要繼續加油 不要放棄 在每一次我們獲得人民給予的機會 也是台灣的鄉親 台灣人民告訴我們 不要自滿 在每一次面對國內外情勢的轉變跟挑戰 我們海外的鄉親總是很快就會就定位 在最關鍵的時候 替我們向國際發聲 我要特別代表卓榮泰主席 還有蔡英文總統 向各位致上最高的敬意 謝謝大家 這一場大選 團結 是最重要的主權率 當然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鄉親都在關心 民進黨真的能夠團結嗎 我想在這邊跟各位講 昨天 我從休斯頓 半夜12點多 飛到洛杉磯 明天 我會飛往多倫多 完成後面的行程 那同樣 也在明天 我們賴清德全院長 也會抵達舊金山 出席 並代表 黨中央和蔡英文總統 競選辦公室 出席後續四個 蔡英文總統海外後援會 的成立大會 所以在這邊 我要很鄭重的跟各位講 團結 對民進黨而言 從來都不是問題 大家說對不對 這場大選 我們的對手 不只在國內 更在國外 我們看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今年1月2號的講話 我們相當遺憾 一直到今天 中國仍然不願意放棄 用各種手段 來逼迫台灣接受 所謂的一國兩制 另外 中國也明確發展出所謂的 介入台灣大選方案 他們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要拉下民進黨政府 在上個月 一連兩次的斷交事件 這是中國企圖干預台灣大選的具體作為 但是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說 中國的打壓 不但不會讓我們退縮 只會讓我們更團結就對了 對 民主進步黨 未必能夠永遠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讓大家滿意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在捍衛國家主權 堅持台灣民主的路上 民進黨一步都不會退卸 我們不會退卸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的民主 是靠無數的前輩 用血淚所換的 我們不會退卸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的年輕世代 一代接一代 在每一次最關鍵的時候 都會衝在前面 我們不會退卸 因為我們知道 讓台灣人 免於被打壓的自由 免於被打壓的恐懼 有尊嚴的行走在世界上 是每一個台灣人民的夢想 時間過得很快 民主進步黨成立至今 已經33年 我今年 剛好31歲 而蔡英文總統的執政 也已經 三年 四個月 過去這幾年 改革 和轉型 是最重要的工作 過去的三年四個月 我們在 降低青年負擔的 加薪減稅方案 長照托育方案 還有還原歷史真相 和社會和解的 轉型正義工程 非和減煤 提升綠能 的能源轉型政策 以及維護世代正義 與國家財政永續 的年金改革 和限 和合乎民意的婚姻平權法案 乃至於 提升台灣 自我防衛能力 的國防自主 改革工作 都取得 很重大的成果 這些轉型工作 最重要的目標 只有一個 就是強化台灣的體質 因為只有自我強化 我們才能夠擺脫 過去國民黨執政時 過度依賴中國的後遺症 因為只有自我強化 我們才能夠連結 更廣大的世界 貢獻我們的經驗 給區域裡面的其他國家 因為只有自我強化 我們才有辦法 讓我們的產業升級 經濟轉型 讓社會 邁向公平 永續 和正義 更重要的 因為只有自我強化 我們才能夠抵禦 來自中國 的步步禁幣 當然 推動改革 和轉型 是相當困難的 當國際經貿秩序 劇烈變動 台海的情勢 隨著中國對外擴張 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我們確實 需要更多 轉型改革 來強化體質 但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社會階層 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 有所差異 而對於改革跟轉型 往往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和想法 因為這樣 今年 9月28號 民主進步黨 通過了一份新的決議文 叫做社會同行 世代共贏決議文 在這一份決議文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民主進步黨 拒絕一國兩制 在這一份決議文裡面 我們也告訴大家 為了因應未來 中國不斷的滲透 我們要強化 我們的民主防衛機制 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也必須改上黨的平台 這就是為什麼 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 卓榮派主席 在今年 就任黨主席之後 不斷的強調兩件事 第一是辯政行 第二是大對話 辯政行是什麼意思 辯政行就是要讓黨 跟社會的連結更強韌 讓黨更加年輕化 這就是我以及所有 我們在中央黨部裡面的年輕同仁 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 也是我們在這一場大選之中 要讓大家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民進黨 我們要繼續推動政府體制的改革 包括憲政改革 這也寫在9月28號通過 的世代共贏決議文裡面 成為民進黨的黨綱 成為民進黨吸粉的政治綱領 好 這一份決議文 我們同樣告訴台灣社會 同樣告訴國際社會 我們不再是用 海峽兩岸的一側來看待台灣 我們要用台灣人的台灣 世界的台灣 太平洋的台灣來定位我們自己 這是寫在民進黨的決議文裡面 我們告訴台灣社會 接下來我們要追求 讓台灣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做為我們未來的政策綱領 做為我們未來跟世界接軌的重要指標 這場大選 剩下三個多月 大家都很關心 現在的民調如何 我非常同意 我非常同意剛剛博文大哥所說 各位 總統能不能夠連任 國會 國會能不能夠夠辦 不是看現在的民調怎樣 而是看各位在1月11號 能不能飛回去投票對不對 會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婚人家 有頭等艙 那是經濟艙不買到 要商務艙也可以 商務艙不買到 要頭等艙也可以 那是真的沒辦法 各位 那是真的沒辦法 基票買不到 這順也要回去對不對 總統 總統連任 非常重要 也很關鍵 這大家都知道 但是國會 也一定要過半 我們過去都看到 有一段時間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 當年 有一句話 在事後被寫在很多書裡面 叫做痛苦執政八年 那八年痛苦 來自於少數執政 來自於很多政策 你沒有辦法推動 有人會說 2016 我總統也給你做 國會也給你過半 但是因為你沒有辦法照顧我的意思 所以這次 總統我投給你 但是我國會 我會分裂投票 我投給其他的政黨 但是各位 國會 非常的關鍵 我們提了70個選區的立委 這70個選區裡面 我們這次 都不會不一樣 有非常多 優秀的年輕世代 學歷非常好 經歷非常好 但他們都同樣的 在最關鍵的時候 他們放棄 很穩定 很安逸的工作 他們決定投入立委選舉 他們決定 投入到這場立委選舉裡面 去選擇最艱困的選區 各位 國會非常的重要 在未來 民進黨就算能夠連任 如果我們要確保 我們過去 轉型正義 討黨產 婚姻平權 年金改革 能源政策轉型 種種各式各樣的政策 你必須要有一個民主多數的國會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面對台灣未來的情勢 有幾個重點 台灣接下來面對到 國際情勢的動盪 國際情勢 經貿情勢的變化 這個變化會來得非常快 台海的情勢 在未來兩年 非常的關鍵 我們都知道 2021年 是中共所設定的 所謂第一個百年 2022年 是習近平 尋求他第三連任 的關鍵時間點 未來這兩年 將會是台海情勢 非常重要的關鍵時間點 要面對這樣的情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理性冷靜的總統 他們都叫了 對不對 我們只會讓我們理性冷靜的總統 來替我們把關 來替我們穩定情勢 但是我們也需要 我們也需要 有一個多元 民主多數的國會 做為總統的後盾對不對 對 我們也必須要有 一個團結的台灣社會 告訴 執政者 實時 提醒我們 在未來不管任何大風大浪 人民都會站在 政府的背後 做人民 做政府最重要的後盾 大家說對不對 接下來這場選舉 會需要各位的投入 不只是回去投票 不只是回去投票 我們還必須 要把很多的訊息 特別是在海外 要不斷的 再三的跟大家澄清 我們知道現在 假消息 假訊息 非常的多 攻擊總統 是小 攻擊執政黨 也是小 但是在人民心目中 散播一些錯誤的訊息 埋下一些錯誤的印象 這件事情是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每一個 Line的群組裡面 Facebook的群組裡面 在臉書的社團裡面 我們要不斷的 傳遞出正確的資訊 我們要不斷的 一次又一次的告訴大家 這一場選戰 我們不容許 像去年一樣 把錯誤的訊息 當作傳一百遍 就可以變成真的 我們要告訴他們 他們認為 假話講三次能夠成真 我們就要告訴他 我們要把真話講四遍對不對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我要拜託大家 我們需要有一個冷靜理性的總統 我們需要有一個民主多數的國會 我們也需要有一個團結的台灣社會 而民進黨在這邊告訴大家 民進黨的團結不是問題 台灣社會的團結 正是民進黨團結最重要的基礎 拜託大家 激起蔡英文總統年齡 激起郭輝貴榜好不好 拜託大家 我們用最後的力量 九十幾分的力氣 我知道今天有非常多的鄉親 遠道而來 我們也遠道而來 但是 再遠的路 都不顯遠 因為這一票 這一票非常的關鍵 其實不止這一票 我們有總統一票 立委一票 政黨的一票 這三票 請支持 民主進步黨 提出來的候選人 在這邊我代表 總統太主席 和蔡英文總統 再一次拜託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拜託得下